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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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正是我帮助黑风造了这些怪物 怪不得他能阻止恐兽 可惜只有用卢卢族的行员操控食欲盛宴才能完全掌控它们 不能依赖小巨兵 强大的将神可以无惧一切对手 我也能做到 我可是未来最最最最最最伟大的将神啊 小兔崽子 等我安置好神域圣燕再来收拾你 休想逃 休想逃 感受不到他的行员波动 身为卢卢族的王子 你应该从小就熟记卢卢族的历史 对卢卢族的族谱更是烂熟于心吧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好奇我是谁吗 有话出来说 别鬼鬼祟祟的 真不可爱 不过看在你是小辈的份上 我就陪你玩玩了 反正你也赢不了我 别太自信 卑鄙 不得无礼 我乃卢卢族最尊贵的公主 卢卢傲许 那个投靠黑风的公主 你我本是同族 又何必自相残杀呢 只要你肯跟我合作 我就放他走 叛族之人 做梦 别动 再乱动 小心他小命不保 还是说 比起这女孩的性命 你更在意别的东西 哎呀呀 好像被我说中了呢 该不会你甚至有过 让他消失的念头吧 住口 开个玩笑 我们其实很像嘛 你是刘卢族王子 而我能控制强大的不死军团 只要我们联手 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让这天下变成一片血海吗 死心吧 这只是通向成功的一点小小的代价罢了 不然 你以为这卢浮城是如何诞生的 什么意思 每个卢卢族人死后 灵魂形成的结晶金莲 渗入地质后 都会形成名叫浮空时的特殊矿物 正是因为有这种灵魂血脉的羁败 所以 只有卢卢族才能驾驭浮空时 百年前 三代族长非流王 率领全族数万战士 与黑风国百万王刹军 在豪教山决一死战 最终 整个卢卢族 只剩非流王一人生 而他带回故乡的 正是那块浸染着数万卢卢族战士灵魂 日后打造了这座要塞的巨大浮空时 什么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好好看看你的周围吧 还需要我在解释什么吗 从若如此悬殊的战斗 即使取胜 也注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为什么 他们要不顾一切的战斗 卢卢族是全天下最懦弱的王族 我族从来就没有为了天下的安慰战斗 卢卢族从来做的 就只有逃避而已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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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柳 站那发什么呆啊 打呀 好 抓住他们 快 抓住他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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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 越来越多了 伸不住了 看得不错呢 彼此彼此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坤 他跑什么呀 乖 乖乖在这等我们 我的好孩子 我的移动实验室 乖 有东西过来 这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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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你已经尽力了 王子 可恶 我不会让你得请的 这时候还要逞了 再把你变得言听计从 意识麻木前 我还想多看几眼 你痛苦的样子 啊 啊 啊 不好 我的蝙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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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